众所周知,印度的种姓制度一直是现代文明社会中的一朵奇葩 你很难想象2023年了,还有地方再搞血统优越 不光是普通人,就连印度的人者也要被种姓制度荼毒 卡南所在的村子就是一个低种姓的人者村 邻村的公交车不在村口停,交的税也比别人多 就连村子里的驴也得绑着前提走路 好在村里的老人们都是修炼过来的上人 忍着忍着就过去了,但村里的小辈们就不愿意了 他们从小听大人们讲忍者之神的故事 相传在上人之上,还有一个最强的忍者 除暴安良劫富济贫 村子里曾经出现过一个这样的人者 手拿宝剑守护了农村银的平等 在他死之后,留下了他的大宝剑以及一本秘籍 每次听到这个,卡南就很好奇 既然有秘籍,为什么没有第二个忍者之神出现呢? 大人告诉他,因为这个忍者留下的秘籍叫枪斗术 可惜的是村子很穷,买不起枪 但好在大宝剑依旧锋利 预言中将有一个天品之人再次获得大宝剑 可问题是,就像亚瑟王的十种剑一样 想要获得大宝剑,必须得经过一个考验 彼岸之鱼,站在河边 一剑斩断河对岸扔过来的鱼 当年很多小伙子都尝试了 可是没有一个人成功 再后来鱼汤主不干了 怎么四个人都来获获我的鱼啊 下次谁在失败,鱼钱自费啊 一听说要掏钱 大家都对这个选拔失去了兴趣 就这样十几年来都没人再次尝试 后来的年轻人都把这当成了一个骗鱼的故事听 只有一个年轻的下人一直把这件事埋藏在心底 直到自己成年偷偷报名 然后惊讶了所有人 因为他知道下人才是最强的 只见卡南持剑从悬崖上腾空而起 对着对岸的鱼就是一剑 啪擦擦哇呜哇呜 璀璨的剑气在他的手中迸发 一剑斩下鱼断成了两半 所有人都惊呆了 在狂喜中祝贺卡南这个天选之子 当然最开心的还得是鱼汤主 终于没人惦记他的鱼了 卡南骑的大象在众人的拥出下狂欢 看到这群低种性的人者挡路 司机骂骂咧咧的走了下来 上人们选择默默的退让 这一切都被卡南看在眼里 因为这个公交车两个村子的矛盾 积怨已久 低种性村不是站点 村子里的人想坐公交 不仅要徒步几公里去邻村 还要在那里被高种性的人羞辱 两方的矛盾一直没停过 除了这些卡南还有个心病 当年他的妹妹重病发作 躺在路边想拦车去医院 却被所有人都无视了 就这样死在路上 每当想起这件事 他就会深深怒火 不知道该怪谁 是该怪邻村 还是公交车司机 他只能将这些东西埋在心底 欲见不平视 随时的爆炸 这一天卡南趁着放牧 混在牛区里 把经常找事的几个邻村小伙 打了一顿 成为了天选之子后 卡南便学习了枪斗术 身法诡异 战斗力强大 打几个该溜子 没有任何问题 要不是一大爷及时出现阻止卡南 他差点收不出神力 将对方活活打死 卡南想用自己的方式 帮村民们出一口气 可回到村里 不仅没有被嘉奖 反而被老上人们一通指责 你忘了忍者之本了吗 我们忍了一辈子 不想惹是生非 才能在这里苟延残喘 你这样子大闹 迟早是要出事的 但卡南丝毫不在乎 上人们的想法 在拿到密集后 他看到了那位传说忍者 说过的话 在上人之上的忍者 名为不能忍 世间不公 皆一见斩之 即使投资黑暗 也要守护光明 这才是真正的忍者之道 果然没够几天矛盾待起 卡南与村里的年轻人 进城找工作 回村时只能坐公交 他们有11个人 买了11张票 几乎承包了整个公交车 卡南便想让司机行个方便 让他们在自己的村口下车 可售票员不仅不答应 还出言不逊 说忍者村就是个垃圾场 停不了 爱咋咋地 卡南听到这话怎么能忍 但他不愿意 公交公司彻底翻脸 毕竟这关系到 整个村子的利益 于是选择跳车进行抗议 终于在村口逼停了公交 明明再一次为村民争取到利益 可这一次 整个村子的人 仿佛都要与卡南划情界限 说他是精神病 精神不正常了 除了家里人 几乎没人再理他 原来在懦夫的世界里 勇敢也是一种罪 终于卡南等到了一次发泄的机会 和邻村举办的 一年一度摔跤大会即将开始 作为忍者村 这个项目一直是本村的强项 况且这次卡南还有密集加持 可万万没想到 这次的裁判也是个高种性 在他的刻意偏袒下 邻村以极不要脸的方式 赢得了比赛 卡南彻底忍不住了 荷尔蒙在比赛中大量积压 热血而狼 怎能容忍激怨不断的羞辱 再加上村民们无声的背叛 卡南的拳斗 挥向了裁判 这一次他要贯彻 不能忍得忍到 这一次他要抗争到底 此时最大的矛盾爆发了 村里的孕妇 想拦车去城里 挺得大肚子 根本没办法走到邻村 可公交车依然冷了的无事 拉扯的时候 卡南捡起木棍走了上去 直接砸向了 停在路边的公交车 其他人只能远远看着 卡南如同出炉猛兽一般 凶狠之相 根本没人拦得住 卡南的行为 终于还是带动了一小批人 一群年轻的下人受到感染 也冲过去一起砸车 这辆车当场报废 气势出了 但货也惹了 村里的老人们 再次召开了认词大会 一起审判这个爱出头的年轻人 在接连不断的骂声中 几个上任决定 就在这时 被救下的孕妇带着孩子 默默的走到了卡南一边 他虽然没有商人们能说会道 但他用实际行动 支持了自己的救世主 在孕妇的带动下 支持卡南的声音也逐渐壮大 两边人吵得不可开交 这时候村长发话了 我们是忍者之村 忍是为了和平 现在我们忍得 连正常生活都没法进行下去了 终于有一个小伙子 愿意做点什么 我们却在这里审判他 我们有什么资格 难道我们不是一个团结的村子吗 一番话 两方终于都沉默了 其实每个人都知道 好日子是什么样的 每个人也都想过好日子 只是没人想当 那个为了好日子 而牺牲的人罢了 在印度几千年的奴役文化之下 枪打出头鸟的规则 被深深的刻在骨子里 于是所有人都变成了渔翁 欲棒相争渔翁得利 所有人都想让别人出头 给自己争取利益 牺牲别人成全自己 我可太聪明了 没过多久 公交公司带着警察来抓人 村民们在村长的带领下 顽强的抗争 但他们还是低估了 印度警察的无耻 他们直接抓住小孩 当作威胁 没办法 卡南几人站出来顶罪 但让警察们没想到的是 卡南在人民中的地位 竟然如此之高 一看到卡南又被抓走 一旁沉默的村民们 全都躁动起来 眼看就要起冲突了 公交公司的老板 怕影响生意 出来当和四老 决定撤销报案 并给村子口安一个站点 村民们第一次看到 原来抗争是有作用的 一次勇敢的反抗 就能改善生活吗 卡南的声望再一次提升 但警长却有点挂不住了 我不要面子吗 来抓一个低众性的人 都这么费劲 我这警长还怎么当 黑钱还怎么收 于是他要强行抓几个人 回去做笔录 村长生怕卡南去警察局闹事 就和几个老人 顶替他们去了警局 没想到警长 根本没想着安心结案 他先晾着老人们 在警局罚站了一整天 自己在外面安心钓鱼 一直等到天黑 他根本不听老人们的话 看到一个老人摸了他的衣服 马上以袭警的罪名对着老人们 就是一顿棍棒伺候 这群老人们的年龄 都够当警长的爹了 但警长却做的一点也不儿子 他是真孙子呀 下手之中 连警员们都看不下去了 原来警员里 也有容不得暴力的正义之势 他们纷纷选择了闭上眼睛 我还以为有人会阻止警长呢 原来正义最多就是闭眼 不知打了多久 老人们躺在地上奄奄一息 警长让手下给老人们 随便安排个罪名 就这样过了起来 过了整整一天一夜 卡南也没等到老人们回来 心之不妙 立刻带着人来到警局要人 却被门卫告知 老人已经被放回去了 难道他们在大城市的喧嚣中 迷失了方向 就在这时 警局门口的洗碗同工 告诉了卡南真相 卡南怒了 体内不能忍的血脉能量 再度爆发 抄起木棍就冲击了警察局 警察们立刻开始反击 可他们却惊讶的发现 即使手中有枪 也不是卡南的对手 他们不知道 那一本名为枪斗术的秘笈 在此刻终于发挥了作用 卡南一技当先 见一个打一个 以一技之力 摧毁了整个警察局 龙卷风摧毁警察局 可他翻遍了这里 也没有找到老人们的身影 直到他来到天台 才发现老人们都被扔在这里 在太阳中暴晒等死 卡南把他们带回了村子 听到了老人们的遭遇 大家伙首先想到的是 害怕 这个地方没有法律可言呢 警察就是天 谁敢反抗都不会有好果子吃的 甚至有人已经开始想着 怎么跑路了 离开这个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 看到村民们懦弱的样子 卡南再次站了出来 一语道破真相 警察不是因为我们破坏了巴士 才打我们 而是因为我们抬起了头 因为第一件的我们 抬头看到了他们 仅仅是抬起自己的头 这样的行为都是不被允许的 那我们到哪里能有好日子过呢 你是想低头过一辈子 还是想抬起头 做一回银 为了让孩子们未来 可以抬起头生活 拼这么一次吧 卡南的话感染了大家 村民们心中的怒火也被点言 现在的情况 警察不可能放过村子里的人 只有所有人团结起来 才能争取到一线升级 于是众人全部投入战斗 修路障 做武器 动员了所有可以反抗的力量 可大家等了一夜 也没有等到警察 只等到了卡南的录取通知书 什么 部队同意招聘 他成为预备警员了 混得好的话 他也能成为警察的一员 要知道在众人眼里 警察那可是老爷中的老爷 村里出一个警察 那是能光荣几代人的事情 卡南如果能进入体制内 整个村子都会跟着他一起鸡犬升天 以后再也没有人敢欺负咱们村的人了 可如此关键的时间点上来这么一封信 傻子都能看出有问题 卡南本想拒绝 奈何老人们 这次却非常坚持 你已经做的够多了孩子 再不走你就要留下案底 永远没办法当警察了 你也为自己考虑一次吧 看着村民们热切的目光 卡南也觉得成为警察 也许才能真正改变村子的现状 于是就和父亲一起上路了 正如卡南担心的那样 他刚刚离开 警察们就大军压境 虽然村子名为忍者之村 但这些年来 大家光学了一个忍字 忍树忍拒什么的已经失传 村民们完全不是警察的对手 这群人仿佛野蛮三物 进村之后摧毁了一切东西 连女人和小孩也不放过 如此关键的时刻 村里的孕妇临盆了 痛苦的在屋内嚎叫 一大爷为了保护未出生的婴儿 用自己的方式完成了殉道 他知道能阻止暴力的只有暴力 于是他把汽油浇在自己身上 点燃火炬冲了出去 哀嚎声震惊的正在殴打村民的警察 仿佛这火焰正在燃烧一大爷的灵魂 就在这时 仿佛是感受到了一大爷寂灭的查克拉 卡南心里一颤 决定回村看看 可父亲却拉住他怎么也不撒手 这时一个孩子骑着马 告诉了卡南真相 那么在自己的光明前途面前 卡南毅然决然的选择成为英雄 我不下地狱 谁下地狱 父亲拉着卡南的手慢慢松了 他看着卡南不是以一个父亲对儿子的态度 而是以一个男人对男人的态度 去吧 去成为你该成为的人 卡南持剑策马 一路杀回村庄 看着一大爷的尸体 他暴怒冲进人群 身兵天将一般 砍瓜切菜将所有警员都砍躺下了 随后抓住警长 塞进了房子里 警长抓住机会 掏出手枪 傻了吧 我有枪 卡南一笑 傻了吧 我会枪揍树 几个闪身直接制服了警长 随后疯狂出刀 每一刀都是一条人命 在这个小屋里被人民的英雄千道万寡的 此时警长还在嘴硬 还会有大军过来的 总会有人来评乱 你们村子的末日 就是这个故事的结局 先别管谁的末日 今天就是你的末日 悲愤之中 卡南结束了警长的生命 而为了拯救这个村子 他选择一个人背负下所有罪孽 卡南突然想起了小时候一大爷讲的那个故事 那个传说中的忍者 卡南从来没问过忍者后来去哪了 但现在卡南明白了 他是英雄 他的生与死 皆是英雄之举 这部电影改编自真实事件 1995年印度南部村庄 孔迪亚暴动事件 唯一不同的是 现实中没有这样一位忍者 600多名警察 导致了18名村民丧命 数百人无家可归 而这一切的源头 只是因为他们的种姓 自出生变低人一等 还因为他们的祖祖辈辈 太能忍